却像言语的海上 大家好,我是林彦老师,今天我们上第23课。 今天是几号呢? 10月12号 周一,周一,紧张的周一,紧张的星期一。 今天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的主题授课内容是,在办公室里。 在,在就是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就是里面的意思。 如果大家去中国是工作的,那么,呆的地方最多的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一个房间,一个地点的意思。 办是一个动词,就是你要办一些工作,办一些公务。 公,就是公务。 这样的话,等于是你在工作的环境里,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完成工作任务。 那么,在办公室里,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些名词是什么呢? 它就包含在这些工作任务里的,比如,文件。 文件。文件,通常,之前是纸质的,就是我们通常的A4纸的文件,纸质文件。 但也有可能是在网络上的,电脑里的文件。 那么,它就是电子版的。 电子版,电子版的文件,纸质的文件。 这就是你在办公室里,通常听到的名词。 文件,电子版的文件,电子版的文件,纸质的文件。 在办公室里,完成工作任务。 然后呢,在办公室里,之前我们还学到的。 上班,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通常,八点至几点呢? 中午十二点了。 或者,在南方的话,很有可能是七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就开始午饭时间了。 下班时间。 下班时间呢? 中午了,有几个小时的休息,也许是两个小时。 如果是两个小时呢? 到几点啦? 加四,六点。 六点就是我们的下班时间。 上班时间呢?是八点。 或者是南方的七点。 然后,这个十一点到两点,或者是十二点到两点。 两个。 我们学咯,两个小时。 休息。 休息呢? 休息就去食堂吃饭。 对,食堂我就应该写到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就是休息时间。 食堂,食堂吃饭。 大多数的公司中午都有,在食堂提供食物。 你可以去吃饭,差不多两个小时。 或者是只有三十分钟。 这就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公司。 公司有什么样的规定。 如果只有三十分钟吃饭时间。 那么,下班的时间,就会提前一个小时。 同样的道理。 你就可以早一点下班。 回家,回家吃晚饭。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呢? 通常,关于工作任务呢? 关于工作任务,我们有学过哦。 礼会。 周一的礼会。 周五的礼会。 月礼会。 月礼会。 季度礼会。 年礼会。 对吧? 这就是,工作任务贯穿始终的一个会议的形式。 礼会。 礼会。 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提交。 计划。 提交。 总结。 这个计划呢,是工作计划。 这个总结呢,是工作。 总结。 好。 认下这两个字,工作。 在办公室里,主题就是工作。 完成工作,任务。 那么就有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是在礼会的时候完成的。 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的工作计划说出来。 把自己对前妻的工作总结说出来。 这样就是一个工作的过程了。 然后,去办公室里,有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中午食堂吃饭时间。 还有茶水间,可以中间休息的时候,给自己补充一点营养。 然后,主要的时间呢,都是在办公室里要完成工作的任务。 这时候,传递的有纸质的文件。 电子版的文件。 A4纸的,固定格式的。 然后呢,进行的通常的工作任务的完成。 完成,以立会的形式。 你可以在立会上,说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 这整个就是一个,在工作的环境里。 在办公室,这样一个环境里,你要做的一些事情,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一些名词。 好的,今天我们的23课,在办公室里,就先上到这了。 如果,如果你对林彦老师的课,比较感兴趣,比较满意。 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给林彦老师一个订阅哦。 好的,当然,林彦老师还是会附上文字版的PPT, 还有朗读的优美的散文。 好的,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